还真的在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哪里来的玩偶抱枕 还有温度的 最近的玩偶都这么仿真 皮肤触感跟人简直一模一样 人 季言信 我已经这么丧心病狂 跑来偷袭了 不对啊 这明明就是客房啊 我也好好在自己床上待着呀 能不能说 季老师 早晨 你是不是 睡错房间了呀 你别这么看着我 这次真的不是我主动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治疗 九十酸作弊弹篇 治疗 睡眠 失眠 不良反应 不安 梦游 梦游 难道说 间信是梦游了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还 你 我 昨晚熬夜了 睡眠不好会影响第二天工作 灯玩也要试可耳之 我灯玩 昨天是谁不让人睡觉的 咬了 我就是 终于知道会自己误了是吗 什么意思 梦游结束了吗 你好歹把钥匙还给我再睡啊 走吧 走吧 天快亮了才逃出来 谁能由我苦啊 关键是这家伙对昨晚的事 一点记忆都没有 老师 你晚上能不锁门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我把你累死就好了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怕鬼 我晚上容易做噩梦 如果我做噩梦了 我至少还能找你求安慰 门可以不锁 那找我就算了 你别来找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这是被谁给吸干了呀 完全一副没有灵魂的样子 别问 完了这两个字 没谁 你老板又荼毒你了 我被迫留宿了一周 没完就跟地狱一样 是到夏天了吧 最近市面的人好多呀 是啊 我记得你去年跟我说过 你们公司只要一到加班季 就会出现什么 茶水间幽灵 对 有时候加班的人到凌晨去茶水间 都会撞见一个黑影 在那里倒咖啡 冲了倒 倒了冲 不断重复简单的动作 下次认了 这有什么仙人 那就是你老板 他只有半夜冒游的时候会这样 什么 记错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又是说错话了 这件事事事关生死 你俩可千万不能讲出去 好